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二百九十集 成哥吓跑老太太后 又在三菱色房间内 找到了一位落魄漫画家的信息 这使得他不免好奇了起来 笔记本最后面是一张 折叠起来的报纸 在报纸夹缝中 报道了一个中年男人 永旧落水儿童 自己溺亡的新闻 报道的篇幅有限 上面甚至没有提及 中年男人的名字 这和那几个鬼说得不太一样 304到底有几任租客 成哥把所有废稿放回原位 然后走到工作桌旁边 背对客厅 黑色手机里说的工作桌 应该就是这张 桌面上整整齐齐摆放着很多绘画工具 就好像随时等待着他的主人回来使用一样 成哥的目光慢慢移动 他看向工作桌旁边的三个抽屉 抬手将第一个抽屉拉开 里面放着画笔和颜料 应该不是这个 成哥又打开了第二个抽屉 里面是中年男人收到的退稿信 整整塞满了一个抽屉 被画家全部保留了下来 接着成哥抓住了第三个抽屉 他用力一拉 抽屉却纹丝不动 第三个抽屉不管成哥怎么往外拉 都打不开 他试着将上面两个抽屉完全抽出 想要从上面看看抽屉里装的什么东西 但让他失望的是 抽屉中间特意用木板隔开 根本看不见 屋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我也不想把这里弄了 如果你能听懂我的话 最好自己出来 成哥不是第一次威胁鬼魂了 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么做有没有用 再次抓住抽屉边缘 他用尽全身力气 可抽屉就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许音 成哥唤出许音 一人一鬼 抓住抽屉两边 随着许音开始用力 他身上的伤口又一次崩开 血迹顺着苍白的手臂滑动 滴落在抽屉边缘 原本无法打开的抽屉 竟慢慢松动起来 再加把劲 许音没有任何保留 成哥让他做什么 他就会去做什么 一道道伤口开裂 血液染红外衣 许音面目争鸣 双手满是自己的鲜血 好疼啊 炎严丝合风的抽屉终于被拉开了一指宽 许音的力量似乎可以影响到抽屉里面的东西 血液外流 抽屉被许音一点点向外拉出 大概打开了半掌宽 大概打开了半掌宽的时候 抽屉里面突然伸出了好几只人手 有男有女看起来各不相同 他们似乎是想要阻拦成哥 把抽屉重新合上 猝不及防 许音和成哥都松开了手 抽屉碰的一声又合上了 成哥拦下了还准备继续去开抽屉的血液 拿起了碎炉锤 你们这又是何必呢 我也是为了你们好 毕竟以后可能会在一起共事 希望你们好好考虑一下 我完全可以采用暴力手段 将桌子砸碎 或者用火烧掉一切 然后在残骸当中慢慢寻找 但我并没有那么做 我骨子里是一个很和善的人 这一点 你可以询问我身边的朋友 这抽屉本就是我的东西 现在 我只是想要将它拿回来 成哥蹲在抽屉旁边 根本不怕 抽屉里再钻出什么 稀奇古怪的东西 他抓住了抽屉把手 手指慢慢用力 成哥试着拉动抽屉 今晚的遭遇 我不会放在心上 你们虽然三番五次地欺骗我 但并没有真的想要谋害我的性命 应该只是想要把我吓走 其实你们 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我这个人比较讲道理 什么事可以说出来 大家一起商量着解决 说完 成哥空闲的那只手 扬起了碎颅锤 就比如现在 你们已经无数可逃 迟早要面对我的 还不如 放下戒备 让我们好好弹弹机 紧闭的抽屉 轻轻颤动 似乎住在里面的鬼怪 产生了分歧 足足过了十几秒钟 原本闭合的抽屉 主动向外弹开了一厘米 不错 有物性 可造制裁 成哥将第三个抽屉取出 放在桌面上 只有几本手工制作的漫画册子 这是画家自己做的 笔记本上说 漫画家的作品 没有出版社运于出版 他所在的年代 实体出版物 应该是唯一的出路 那么多的鬼 都是从这个小册子里 钻出来的 成哥回想今晚的遭遇 隐约明白了一些东西 他分开了漫画家 自己制作的漫画书 这位漫画家的画风 偏写时 看着非常诡异 也难怪很少有人 愿意出版他的漫画 多看极眼 却有点发虚 整本漫画 由五个小故事组成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 就是赌徒 身体高瘦 眼眶内线 长得和成哥之前 见过的高瘦男人 一模一样 赌徒出生在一个单身家庭 父亲从未见过面 是母亲一手带大的 他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 成天无所事事就算了 人还好赌 三十多岁了 依旧打着光棍 赖在母亲家里 对他来说 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 只是活着罢了 但就在他三十七岁那年 平静的生活被打破 一直照顾他的母亲 得了重病 母亲辛苦积攒下的存款 很快花光 母亲想要放弃治疗 但赌徒不同意 他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 最后只剩下了那间老房子 母亲手术还差一大笔钱 就算手术成功 以后也不可能干重活 他思来想去 开始借高利贷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但欠的钱已经翻了好几倍 讨债的人找上门来 逼着赌徒卖掉自己母亲的房子 赌徒说让他考虑一晚上 第二天 崔债的带着公正处的人 来找赌徒 一推开门 所有人都吓傻了 圆桌之上放着一个脸盆 盆里满是鲜血 赌徒左手被砍断 他右手拿着菜刀站在桌边 他说自己从没为母亲 做过什么事情 现在母亲手术完不能干重活 如果没了这房子 以后都不知道要住哪里 所以这房子他不会卖 外人硬要抢的话 那他就用自己的命抵债 所有欠条都是他欠的字 他举着菜刀冲出房间 没人敢阻拦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 跑到八楼一跃而下 赌徒当场死亡 但他砍下来的那只手 却不知被藏在那什么地方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 是一个正在实习的英语老师 房东老太太将客厅和一个大卧室 租给了他 自己只住在一个小卧室中 老太太的儿子走了以后 人恍恍惚惚惚 英语老师就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妈照顾 两人慢慢熟悉起来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女教师晚上要为学生补课 回来晚 老太太就会提前做好饭菜 放在桌上 他年龄大了 再加上身体不好 一般很早就会睡觉 而女教师害怕自己回来 开门打扰老太太休息 每次都会嘱托老太太睡觉的时候 关好房门 某天 女老师很晚才回来 她根本没想到 有人早已盯上了她 刚一进楼道 就有人冲出捂住了她的口鼻 她疯狂挣扎 在楼道里和凶手撕打起来 凶手没想到 她会反抗得这么激励 会防止女教师发出声音 引起其他人注意 凶手死死捂住口鼻 摸出刀具 将其杀害 楼道里无法抛尸 凶手就带着女教师 回到了其租主的房间 处理掉了尸体 一夜无话 尸体是第二天 老太太在房间抽屉里发现 凶手在五天后落网 但老人的病却更严重了 在社区帮助下 她住进了医院 这时候屋内迎来了第三个租户 是一个房地产销售 这人也就是漫画里 第三个故事的主角 是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